行政院各部会推出纾困方案 以原住民居多的华东两线 圆明会也特约办理说明会 华联首站的说明会就选在瑞穗乡开奖 除了圆明会既有的深代专案免息一年 为了提振部落工作产业 也推出景观优化方案 提供补助给经营部落小旅行的社区部落 以故宫顾料的方式优化部落景点设施 待疫情结束后 部落小旅行文化景观能够无缝接轨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项产业经济的发展 行政院各部会也都推出各项防疫纾困计划 圆明会也制定了原住民族相关的防疫纾困方案 1.97就是每10万块的利息 一年的利息是97块 然后买那个土地像这个 我有装潢的这些东西都叫做资本支出 这个最长可以到宽限到15年 就是还款年限可以到15年 周转金的部分其余的金额都是最长是到7年 圆明会在花莲办理的防疫纾困说明会 第一场就从瑞税相开始 除了圆明会行之有年 包括经济型、千年创贷或微笑贷的生贷专案 都将免息一年 所以一次另外也新增了部落景观优化方案 提振部落就业产业进一步强化部落未来 防疫后的产业复苏的筹码能量 自己部落的竹人优先雇用他们 可以照顾自己的竹人 那请他们就是帮我们做一些美化改善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聘用我们自己的社区里面的人 那再来就是购量 那也就是可以先以旧地取材的材料为优先 或许是我今天山上竹人山上有竹子 那我可以跟他做购买 他开一个农民收据 这些都可以做和销 就是希望先以部落的人为优先 部落的材料为优先 面对农民会各项防疫纾困计划 从个人、公司航号、企业体到部落社区 余会的各村村长、部落头目 以及产销班等都心致高昂 农民会也欢迎有需要的原住民族人 可就近向各乡村公所业务承办客 洽询申办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